有一点我不同意 他们在遵守制度上 我觉得他们俩都没有大问题 但是你们俩的矛盾 是出在你们为人处事 和对人说话的 这个过程里有问题 那我为什么相对占的是人事呢 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财务刚才在表达上 他的语言里有很多攻击性的语言 比方说他上来就说小学生 小学生其实已经给对方定性了 你不成熟 你很幼稚 你做事不行 对吧 然后他会说打小报告 然后他会直接跟对方说 我讨厌 对 就这种词都是很攻击性的 然后还说到了故意 这种在交流过程中 其实已经是跟对方 在对你 很针尖卖忙 就一开始就已经是说 我要跟你是敌对方 而不是我们俩要解决问题 会导致后面就会变成情绪 代替了你的这个方案 我觉得这一点 可能我不适得太赞同 就是 来 那个稍等一下 我这个半天没说话 最主要的原因是在 护着自己的情绪 否则我直接你们两个 我就太慢了 你看看你们两个谈的事 哪件事的话 应该是两个部门的老大 出来谈的事情 对 说得好 要么就是一个报销 这儿写不写错 要么就是少给我买了几张单据 为什么少买了 你每个月用多少 你自己不知道吗 为什么是别人要为你去考虑呢 你来报销的时候 你就要按照我的流程 我的事情也是你的事情 其实就是在这个点上 我特别不能认同你的观点 另外你在招他的时候 你想的是什么 想的是公司吗 不是 我想的是 我觉得你应该怎么怎么样 你的脾气应该是怎么怎么样 那我可不认同困图了 等我讲完 然后你再说招什么急 不是 你的态度就不好呀 我已经控制了 我跟你讲 人家根本就没有 人家根本就没有像你说的那样去想想 我招你的时候怎么 这是你自己的意思 这是他的原话 是 我招你的时候 觉得你的脾气属性 跟我很像 所有才招你的 但是我们招人的时候 其实应该是根据业务来看的 另外你们两个共同的问题是什么 都是在推卸责任 你们都是在情绪里面 都是想说 好 终于你到我的地盘了 我要给你设一个卡 所以我觉得 这都不应该出现在 你们作为两个部门领导应该出的问题 其实我 我特别不同意 对 因为我觉得 他们两个人的工作性质是不一样的 人事其实是什么 人事是我要设计一些 然后适合每个岗位的规则 然后我要去告诉这些岗位上的人 你怎么守你的规则 我同意 然后呢 财务是我守我的规则 这是他的工作本分 在这件事上 从头到尾 这个人事的工作没有落实到家 他现在在这指责财务就很奇怪呀 因为你最懂你的业务 你有没有把你的流程去重新去设计 我发现这样的问题 如果一天两天我都能接受 一个月两个月呢 现在 就是他刚才说的 就是咱们财务说的 财务说 我叫你写单子 写了一万遍 然后你还要我解释吗 那么对员工去解释 如何填单子这个工作 是财务应该做的吗 当然啊 问问洪洪 你有没有在你的报销单上 或者是说在你们内部里面有声明 这个填的格式是什么 因为我们填单子的时候 我们公司财务都会有一个什么 它会有一个格式说明 然后员工拿到这个 他就会看到提示信息了 这个肯定有 我们都是出过那个相关的 就是最简单的嘛 就是也有教他们怎么样子去填 就是也录过一种那种 类似小视频的那种 有发吗 亭亭亭 这个是不是你见过 说的这个给你说明 然后还反复出错这个情况 呃 这个问题其实他们财务部也有出相关的薪酬制度 我也有去 呃 财务协助人士去宣讲这个制度 但是他们不听啊 因为下面基层员工 所以说这个责任不是财务的责任 其实是员工没有去听 执行和 对那然后就特别好 终数到这儿 那么员工如果没有能够把这个培训的东西做出来 然后呢 这到底是人事的责任还是财务的责任呢 呃 这好 这是好问题 对啊 这是好问题 这好问题 那员工的问题到底是人事还是财务 你们俩觉得这是谁的责任 这个员工没有执行 这是谁的责任 站在我自己的岗位讲 我做财务的 就是我相关的 最简单的一些报销的东西 我该发的嘛 就是我也发了 我该录视频的嘛 就是我也录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 更多的就还是希望人事这边 就是跟员工进行沟通嘛 我们发现这个问题过 因为下面的人他听不懂 他也不会怎么去做 就会问题就又回到原点 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这件事情应该做 后来我们就把它 每个月不停地去培训这些东西 就每个月一次 每个月一次 每个月一次 包括后面还有考试 你知道吗 我觉得你们俩 在此过程里边 只是各自建立了 我做完了 这事已经结束了 各自你们俩做得都没错 对 但是你们俩根本没有合作 知道吗 没有一起想办法 你们两个人 其实现在 已经不在一块儿玩了 对不对 对 就现在我们俩的关系很尴尬 有一部对联 你们两个人听过吗 塑料姐妹手玩手 表面兄弟并肩走 横批有意万岁 现在在公司所有人的眼中 你们两个人就是一个 J O K E 就是一个笑话 在现在你们还处于 职场发展的初始阶段 公司也是在成长阶段 你们应该在交往当中 放下彼此的成见 以公司的共同利益为准 不管你们现在看不看得到这一层 但是我相信作为老板 他一定会发现你们身上的问题 早点解决问题 会延长你们的职业寿命 对你们都好 否则的话 你们现在让公司的利益受损 结果就是 我与其早点受损 我不如早点止损 是的 那对不起 再见 婷婷 再见 红红 对的 下一个再来的就是黄黄蓝蓝 可以 所以我真的不希望 你们今天带着这样的结果 离开舞台 其实我也想对刚刚做团midt 的一些团外人们讲 我们永远要把我们的位置感 做得更大一些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双方配合的时候 多去站着对方的角度考虑去行 整个公司好了 我们才会進步 只有公司好了 我们能力也才会提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